5月23日,香港公联会、香港民建联等多个团体 与香港各区设立100多个接站 呼吁香港市民签名支持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尽快止暴制乱,恢复香港社会经济发展 记者在多区接站见到 活动开始不久,便吸引了众多市民签名支持 有签名点的义工称,市民的反响很积极 很多市民一家大小前来 也有的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支持 市民听到我们的呼唤,他们都会主动来 甚至有些是一家大小都迈到离国签名 有一些工友推着手推车 他们都停下手推车,亲自来签名才走 有些竖起大拇指告诉我们,我们支持你们 我们做义工都做得挺开心 我们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和香港可能会有一个转接 现场签名的人中,青年人占据了很高的比例 不少人表示,香港自2019年6月发生修理风波至今 社会动乱,名不聊生 希望此次涉港国家安全立法能顺利制定 让香港尽快恢复革平稳定 我觉得应该支持 首先希望稳定香港的秩序 我很难受是他们用暴力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以及去伤害别人 仍然都是大家彼此伤害 经济或者社会都很好 如果有一天暴力情况甚至一些情况是冲击到基本法的底线的话 没有一条法律去可以制衡的话 根本是不能阻止这件事继续蔓延 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 其实我找不到理由不支持 我不知道他们会怕什么 没必要的 应该早点出售 国安法是应该的 每一个国各都有 现在是被泛民 被那些人乱搞得这么乱 很正常的一件事 没需要去恐惧 拜托美国 拜托泛民 不要再恐吓香港市民 真是无谓的